大家好,我是小七 我快捡店的股东现在开了一家分店 这会儿我陪他一起去街道办 办一下装修申报 选这个装修的报备 现在深圳装修都需要报备 填完了,盖完张就可以装修了 这个广告店这里来做一个招牌 跟一个灯箱簿 现在我们那个股东在里面 给大家看一下我股东拿的就是这个店铺 只有22个平方左右 但是这个位置的话是非常好的 等一下那个做广告的招牌过来的话 上面做四个字 下面做个灯箱簿 两边就包个边 这个位置还可以 在这个十字路口 对面的话就是深圳地铁 11号线桥头站那个高架 走过来的话就到这里来了 也就是这个十字路口的旁边 也是守一个招牌 这个位置在后面的话很多这些住宅区 都是在深圳关内上班的 那这里面的房子里面都住了很多人 所以这个位置的话 这个股东看上了马上就把它拿下来了 这个位置真的挺好的 里面全部都住宅 这边的话过来就到了这条商业街 而且它又在一个十字路口 这店里的位置的大小也是刚刚好的 所以一到晚上这些逛街人很多 这个门头看上去也是不大不小 所以说昨天刚刚把合同签下来了 二十二个平方 周金的话一个月四千块钱 那这个喝茶会的话是两万八 加两压一交的话是四万块钱 准备计划花两万块钱装修 总共的话就六万块钱 搞定开业 像这个做招牌的过来的两尺寸 这两边的这个牌子也包括女扣板 上面的招牌下面都要给它搞好 现在把门打开拍一下里面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铺面的话是比较省钱的 因为这个门都是人家搞好的 不用花钱做门 这个顶的话也是别人搞好吊顶的 到时候装几个这个灯就好了 这墙砖地砖全部都贴好了的 到时候计划这个二十二个平方里面 搞五个镜台 三个简化仪 两个胖软位搞这边 这里面的话放两个冲水床 这个角落的话就是一个洗手间 面积虽然不大 但是我们把它设计完了之后的话 觉得大小刚刚好 所以这个地方没什么装修的 基本上不用装修 然后把这个位置的冲水床排水一座 基本上两三天的工期搞完了就可以开业 所以说这里到时候开业的话 搞个洗剪吹二十五块钱做下活动 这边的一条街全部都是洗剪吹三十五 有的电要四十 大一点的电的话要五十六十 那我们搞个二十五烫头的话收个一两百块钱 我相信应该可以做的天天爆满 这样的话比快捡的话就有优势 快捡的话做不了大头 也是做不了洗剪吹 单价太低了十块钱十五块 这个至少能做到二十到三十的单价 所以一个月做个三万块钱到四万块钱 觉得还是挺容易的 但这个店也不用怎么请人 一般的话两个发型师带个噱头三个人就够了 如果生意再好一点年底搞四个人 股东的话半年了开第二家分店了 搞快捡也很挣钱 一个月能赚万块钱 开这个店的话支援好一点 一个月能支援两万 一个月赚两三万 一年能赚个二十多万到三十万了 如果这个店做得好的话 就计划开第三家分店 所以说人要有梦想敢想敢搞 所以说机会就有 位置的话是二十二个平方 但看上去的话可能还不到二十二个平方 只有二十个平方左右 这边计划搞三个简化位 这边搞两个烫染位 前面就搞个摄影台 里面的话就搞两个冲水床 上面像我店一样的做个屏风 然后那个角落的话 就打两层的那个产品架 下面的话就放点毛巾 然后这个屏风的旁边 放个一米五的沙发 做到等人就好了 空间利用的非常的合理 这两天我就忙着我这个大哥 一起搞这个装修搞设计一下 帮忙搞一搞 好了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 大家觉得这个位置 这个价格 这个地大怎么样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